非常感谢外交部级AIT和台湾各工协会的支持 今年又特别是台美共同纪念 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的时刻 我们期待美台关系和互动将会更频繁更稳固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 也是ASOA成立的第34年 很开心看到美国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个周在台湾设处 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近两年到三年 新设或者是恢复设立的办事处 亚利桑那州有三大产业欢迎台湾企业跟我们合作 国防、航太产业、半导体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 航天、航空、国防、医药、医财、生命科学、绿南、光电及物流中心 台湾关岛有最美丽的海洋、沙滩、当然还有热情的人民 我们在经贸、教育、文化、投资上面 我们可以跟台湾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和交流 大家好,除了最有名的马铃薯以及亲切友善的州民之外 我们有57座超过3000公尺的山峰 它是一个国家的组织 它是与台湾的能力、贸易、移民、食物、食物、文化、教育 美国马里兰州重点产业为生命科学、网络安全、国防工业及机密制造 黄豆、玉米、豆粕、小麦、牛、猪、鸡肉、乳制品 美国萌大马州新南州从传统的旅游、农业迈向一个新纪元 像是光电、光学、量子、医疗、生技 推广的总连在于食品、农产品、还有林业产品跟饰料、还有丑物食品 我们是美国大西南半导体及电动车产业的新聚落 也是台湾东近美国的最新选项 纽约州有公主的水资源、便宜的电 还有国际大厂积极进驻的半导体聚落 以及绿电、光子穴、无纹机、工具机等16项重点产业 我们服务的产业涵盖了汽车制造、半导体、航钛、生衣、能源等 主要产业是纺织业、新能源、还有生物化学 我们州的特色就是生产业 全世界知名的高尔富球比赛Augusta在我们那边一年一次 BMW全世界最大的厂不是在德国 而是在我们南卡罗来纳州 昂太、无人机、汽车、EV、电池、半导体、资料库中心 与台湾无论是在投资、经贸、教育、观光各方面都关心密切 目前在华州投资的台商超过26家 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农产品、食品、工业品 运用当地最天然的资源做出的最好的产品 GV新尼亚州是化学、汽车、国防、航派的产业重任 重点发展的产业有生物科技、智慧制造和机器人 我们感谢ASOA近年共同合作 不断深化台美密切的伙伴关系 外交部也期盼在台湾关系法的坚实基础上 积极促进美国各州跟台湾的经贸、文化、教育 各方面向的交流 GV新尼亚州 GV新尼亚州 BIG GV新尼亩州 GV Comparable